。 。 您跟大家讲一下 我是这里 哪里疼 这个在旁边 这里疼,是吧 这里 这里跟这里 这里就是我说的 腰带以下 加一點點 這個整個算是寬骨 這裡上面的叫做腳骨 也就是屁股上沿 乾脆以後我的書也寫 屁股上沿 屁股下沿 這樣沒有一個懂 它整個叫做屁股 屁股上沿這個骨頭再痛 這個你對過來 然後再往上一個巴掌 一定在這裡可以找得到 這樣懂我意思嗎 如果像它腰這裡也痛 這裡你就把它對過來 然後一個巴掌 那這兩條一定可以找到一個痛點 這樣懂嗎 如果是這裡痛 你也是這樣劃過去 但這時候不要一巴掌 一個掌心大 大概就是這樣 上面的找法範圍更小 如果下面是一個巴掌 所以範圍稍微大一點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樣範圍稍微大 但也很容易找 因為這個手肘那麼大 幾下子就知道痛點在哪裡 也可以立即做出來 所以你現在正在痛的是這兩點 這樣多久了 好幾年了 我幫我母親刷碗的時候 我最怕這個姿勢 因為水池在這個位置 一般的十分鐘這一塊到這兒 就開始很難受 那這時候它應該怎麼洗碗 要這樣對不對 這樣如如不動 是不是這樣 你的意思是這樣 對這是標準動作 就是要學這樣 因為我們的身體哪個動作會通 那個就是在通知你 這個動作不能做 我承受不了 所以你不用刻意去做那個 趴著吧 我們來做 它也是寒 大家看得出來吧 從臉比較偏白 你是痛這裡還是這一側 我來找 這一點痛嗎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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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呢 開始痠了 開始痠了 從這裡 好 這裡呢 這裡呢 這裡也疼 這裡疼嗎 這裡疼嗎 這 這裡就不疼了 所以都在下面 這一邊呢 好一點 好一點 這裡不疼 那也就是真正疼就在這裡了 好 沒關係 我就摸這裡看看 差不多最後一個點 好 就這樣 這裡疼嗎 這一點 對 我怕肉絲掉最後一個點 因為它咖骨痛 一定是在嘗它下面這裡 所以這個點如果沒有揉出來 那時候效果就不好 那這裡呢 也疼 這裡疼嗎 這裡好一點 這裡呢 好 好 您起來先看看 那種感覺 好像就是腿很輕鬆 腿很輕鬆 你 你這裡是不是也輕鬆了 是 是喔 腰也輕鬆了對不對 是 是啊 所以 謝謝 不會 謝謝 謝謝